大家看到这电动车以及自驾车也是现在的趋势 台塑也跟电信业联手要攻入的是工业跟商用的自驾车领域 双方结合其他五大企业以及学术单位 他们正式一块合作 希望未来像是货车运输还有电信业 他们能够跨领域去做合作 这样的自驾车希望能够节省更多的人力 没有驾驶却能够自动转弯 缩花龙头吸收电信业者等七个团队打造MIT自驾火车 整合车上装的3D光学雷达还有多颗摄影镜头 并运用5G的技术经过AI运算 能让车辆闪避或刹车 同时也发表自驾客车 业者结合5G的技术打造像这样的行动办公室 像这里有办公桌还有办公椅 可以坐下来开会讨论事情 移动间能开会节省宝贵的时间 自驾车研发四年入车超过一年 如今终于亮相 受限法律初期规划将在工业区 游乐园等封闭场域内运输 提高安全性降低人力成本 不管在颠簸路段上坡下坡 一般甚至连人类驾驶不一定能克服的路段 它都能够克服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自驾车 它是一个就像柯薄文匠 是个真的能所不能的自驾车 对自驾有信心 电信龙头则是跟新北市公车合作 将自驾的功能导入公共运输 首波在淡水载客运行 不止电信商工研院也不遑多让 方向盘 油门 刹车 一切都由电脑控制 连看红绿灯也没有问题 工研院开发自驾感知系统 建构自驾产业链 强攻全球8000亿的商机 半导体龙头台积电也不能放过 6月宣布进军车用半导体市场 推出7奈米汽车平台 协助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还有自驾的应用 其实全球都在做自驾车的发展 但是其实自驾车相当多的 这个零组件以及供应商 其实都是从台湾的 这些科技厂商的出发 随着台湾5G开台 低延迟的特性 也让自驾车慢慢实现 而各大业者纷纷投入研发 除了强庞大的商机 也期盼有天能够普及化 合法开上一般道路 战阙许之穷方向太不到 感谢观看